看一下现在的高端泡面进化到了什么地步 他怕我 哎不害你 印象当中泡面都是图片仅供参考 食物与图片严重不符 塑料袋包装 一包两块钱到两块五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去吃的东西 我上次吃泡面应该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但其实泡面已经悄咪咪的进行了一波消费升级 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高端套装 这边汤师傅的玉品盛宴 红烧真雪牛肉面 有大肉块 朋友们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能够在原装的泡面当中看到肉了 单买一袋的话要16块8 这一箱有六袋花了59块8毛 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 柳州当地下楼吃一碗螺蛳粉 也不过是9块钱10块钱 桂林米粉也不过是8块钱 算得上是泡面当中的高端货了 六盒都是红烧牛肉面 人家开一盒行了 这边这个更不得了 更贵 这里边有三袋方便面48块钱 如果每一袋单独买的话 一袋要20 这个价钱已经超过很多人周五点的外卖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这口味是不一样的 三个味道不一样 你看这质感 这个红色不起轻一点吗 你就心理作用 这个贵嘛 这个单买要20 这个价格都贵啊 贵一圈呢 然后这个牌子的名字非常的厉害 统一 我每次看到都会想起一句经典的话 这三年其实是最有可能反攻大陆的 反攻大陆 对 女儿已经开了 怎么你还开了吗 包装原本就有点漏了 你看我们错怪她了 这不是她打开的 我不是女儿开的 这也裂开了 这快递太不可靠了 你看我感觉是快递的问题 我坏了 我错了 咱们今天就选这三碗都泡来试试看 先准备一壶开水 先开紫色这包啊 好 这配料包是够豪华的 老痰酸菜 等一下盖上碗4分钟后加入 完了 一定要预热 咱们先把这些不用预热的打开 香葱包 反过来放开水 把碗盖上 等4分钟 这边是女儿的份 我吃这个 接下来到家里头领导的 你领导 你领导 助水前加入 助水前加入 这个是需要预热过后再加 这里边有牛肉块 蔬菜包 这个汤包小一点 加水 最后我的 我这两碗折腾挺久 女儿这一包已经OK了 然后新铁锅包包冰 嗯 这个泡面面饼 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样子 它有点扁的 闻起来很传统的泡面的味道 汤底应该是重新去设置的配方 有一点鸡汤的味道 加入老痰酸菜 然后需要预热的调料包 到底是什么样 这一袋应该都是肉 妈咪就吃一块好不好 妈咪试一试 好的 像牛腩的味道 妈妈吃一口 就很普通的卤牛肉味道 卤牛肉 对 非常常见的 卤牛肉的味道 确实是牛肉 女儿这一晚上她先吃 我们看一下康师傅 然后这个是什么味道 有一股肯德基的炸鸡 肯德基那里送的辣椒粉 的那种味道 胡萝卜 相信这个牛肉的味道会不一样 这个牛肉像是胡萝卜炖牛肉 但是它把这个牛肉炖得特别的软 软到它不像是一整块 再吃一口面 这面饼就两块五的面饼 这汤底是我目前吃过的 所有泡面里边最好的 当然因为这碗我没吃 那么最后就是我的这一碗 台式萝卜包 有萝卜酸估计 大餐包 这里边是肉了呗 高汤包 北京烤鸭那个酱 拌一下 台式半斤半肉牛肉面 那个牛肉里边有一半是牛肉筋 有一半是牛肉 那不就牛腩吗 台式牛腩面呗 真的和我女儿那个不一样 这整个都是牛腩 口感上就是卤牛腩 没太多区别 萝卜酸 不是萝卜酸 它是炖萝卜 就是牛杂汤 牛杂汤 嗯 那种麻辣汤里边的那个萝卜的味道 最后 这面的本体 我居然吃不出它是泡面 几乎吃不出 这吃到最后收尾的时候 有一种淡淡的泡面的面饼的感觉 刚刚下嘴都已经像是吃普通的面食了 甚至会比自己在家煮的面条要好吃 这里说一下为什么我这么强调泡面的那个味道 我大概在15岁的时候 连续吃了一个礼拜的泡面 最后一两天一闻到泡面那股味道 就会有严重的反胃的感觉 后来我慢慢恢复了能吃泡面的能力 但是一碗泡面吃到后面 也会被那股感觉熏得有点反胃 这三种面其实都是尽可能在模仿 你下楼到那种面食店 可以吃到的拉面那样的感觉 最终的目标并不是要超越那些面 这个10块钱的康师傅 他用了更加丰富的香料给你刺激 让你突然眼前一亮 但是在这个眼前一亮过后 他又变回了那一碗让人有点反胃的泡面 到这个时候他和2块5最大的不同 其实就是那一袋牛肉的调料包 相比之下统一最大的优势是 他真的更加接近 你在楼下吃的兰州拉面或者牛腩面的那种口感 多吃几口之后 你不去给自己暗示 其实不太感觉得出来 它是泡面 但是卖到16块 这个接近外卖的价格 而且在线下可能还会卖到20 我不太想得明白到底是面向哪一批人 你想花20点个外卖能够得到的结果 势必是会比这个好呢 唯一的地方可能就只有火车上了 或许对泡面来说吧 这个东西已经是一种很无奈的尝试 那我只能助这些泡面的消费升级能成功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除了坐火车的人 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都有比他他更好的选择吧 好 这是神奇百家 咱们下家见